好,咱们先把三方固装上 然后创建客户端对象 好,主机端口,口令 好,连上去之后 这里就可以拿到一个 Redis的客户端对象 咱们昨天学的那些个命令 到了这边就是一个方法 比如说这个set 然后如果你要放建制队 放字符串形式的建制队 放到你的Redis里面去 好,这里就给键和值就行了 给键给值就行了 咱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方法 你看,给键给值 而且你看,这里是不是还可以写超时时间 这可以指定超时时间 还可以加这些参数 来咱们看一下 比如咱们放一个键叫Uralame 它的值叫Hello Kitty 好,咱们如果来个 Ex等于300 这什么意思 好,300秒以后就超时 对吧,300秒以后 这个键桌就不复存在了 好了 好,执行完这句话 咱们可以打印一下 Client来个TTL 昨天我们讲过 TTL是干什么的 查看这个键的存活时间 对吧,咱们看一下 好,Uralame还有多少时间 好,咱们大家取它的值 取它的值打出来看 Client.get 用键去取这个值来看 来咱们试一下 数可以了 好,来走一波 你看 咱们放进去 这个新的键 这边还有300秒 对吧 好,取出来之后 Hello Kitty没有问题 但注意看哦 取出来之后 这里前面写了个B 是什么意思 前面写了个B 这写了个B 什么意思 这是一个字节串 它不是一个字符串 字节串 字节串就是 你看看 我们的串有两种串嘛 一种叫 一种叫Street 对吧 一种叫Bites 还记得吧 这种叫字符串 这种叫字节串嘛 这个是 这个呈现出来是字符 这个呈现出来可能是二精致的东西 一个叫字符串 一个字节串 好,如果你要想拿到字符串 是不是来个解码就行了 Decode嘛 解码一下就行了 解码之后不就字符串了吗 来看一下哈 你看这次解码就是Hello Kitty嘛 字符串了对吧 来你说我放中文行不行 咱们再试嘛 Client.set 咱们来个 用户的尼称 Nicname 好,键叫尼称 只写个落号哈 咱们看这个行不行哈 好,咱们说这个不设超市时间哈 咱们来get一下 get一下这个Nicname 来,你走一波看一下嘛 好,如果你没有解码的话 是不是这样的 这就落后呀 看到没有 这就落后对吧 好,来,你把它解码一下嘛 Decode Decode一下就解成中文了呀 就解出来了 那你要写在这儿写的 UTF-8也可以哈 你没有写的话 它默认也是这样的 它默认也是这个哈 好,这是没有问题的 好 然后这是字符串类型 然后你还可以试一下 昨天咱们说的那个 咱们说 昨天说的投票那个哈 是不是可以increase啊 对吧 比如咱们再来个键哈 这个键叫 转到一个键叫余婷 对吧 好 给个值是 比如最开始是300哈 咱们你看啊 咱们昨天讲过一个方法 叫incre对吧 incre是不是加1的意思啊 incre 来咱们看一下哈 incre余婷 再来哈 还有一个叫incre 还记得吗 加多少对吧 好 加50票哈 来咱们看一下 打印一下哈 client点 get 来试一下哈 运行一下 来你看 你看啊 你这个数字哈 他也是 他也拿出来也是字符串哈 字符 拿出来这个字符串 也是以字节串的形式 你拿出来的 所以351哈 你刚才在这加了一票吗 这加了一票 这又加了50票 351哈 好 你想看到那个的话 就decode嘛 decode 你要转整数的话 就来个int嘛 这不就转整数了吗 来看一下 诶 哦 这写错了 先decode的是个方法 decode的是个方法 好了 350也没有问题 对吧 嗯 好 你看啊 昨天你学过的 那些命令 到了这边 你在用这个 ready这个三方库的时候 它就是一个 它就是一个方法 你昨天学的命令 到这边就是一个方法 你昨天学的命令的参数 就变成了方法的参数 然后传进去就可以了 好 如果你说你要用哈希类型 一样可以啊 你接着写就行了吗 大家请看 client.hmset 有没有 有对吧 hmset 或者用hset也行 好 比如这一个学生1 键叫16层的1 好 它的学号 id 是 1001 client.hmset hset 好 键叫学生1 它的名字 叫做王大锤 好 然后你要想把它 所有的值都取出来 或者所有的键 都取出来 怎么取呢 昨天我们说过了 一个叫hgetwo 还记得吗 hgetwo 你拿这个键嘛 取到所有的值 来打出来看一下 打出来是个什么东西 来看一眼 来走一波 看一下 你看 打出来是个字典 我们说了 这个哈希类型 是不是相当于键对应的 只又是一个字典 又是键子对 对吧 虽然打出来是个字典 打出来是个字典 但你注意 里面都放的是字节串 看到没有 里面放的是字节串 不是字符串 所以你要把它弄出来的话 你要把它处理成 你可以来个decode 来个decode 就给把它处理成 就给把它处理成字符串 来比如说咱们要取这个学生的名字 咱们要取到这个学生的名字 怎么取呢 来client点 用什么 叫什么呢 hget对吧 hget 学生1 咱们要取它的name属性 对吧 取到这是不是还要来个decode decode是不是就能解成王大锤 来看一下 是不是这样的 好了没有问题 对吧 你再来嘛 昨天咱们还讲过列表类型 列表类型 咱们可以用rpush 对吧 往里面放东西 对吧 rpush 往里面放东西 好 比如咱们来个叫list1 列表1 咱们来个放个10 20 30 40 好 咱们来个print 打什么呢 client点 lrange 还借这个方法吗 lrange 看一个范围 对吧 查看一个范围 咱们要查看谁呢 咱们查看list1 从0 看到-1 什么意思啊 全部看完 对吧 来走一波 来 你看 拉帅是什么 拉帅是个列表 对吧 拉帅是个列表 只不过列表里面放了什么 放到自己一串 对吧 好 这就是 这就是radis 这个三分库 你看 只要你会用radis的命令 到了这边 你是不是就会使用这些方法 好 来自己做实验 这个不需要我多说 你自己一试就知道了 包括我们刚才讲的 那个地理信息运算 那你看吧 你再看 client.geo 有没有这些啊 geo 加坐标 算距离 算半径 对吧 那些都有 好 自己试吧 自己把这个试一下 这个基本上没有什么难度了 只要连上去 只要连上去 剩下的就是 你昨天用的命令 今天就是方法 你昨天命令的参数 就是方法的参数 给进去就行了 好 来自己试就行了 这个不需要我再多讲了 自己试